朱元璋是中原王朝时代中非常特殊的一位皇帝,其最为特殊之处就在于他起点足够低,是从乞丐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成为皇帝,这在中原王朝的历史上绝无仅有。 但朱元璋还有另外一个特殊之处,那就是他是杀伐功臣最狠的一位开国皇帝之一,比较讽刺的是朱元璋杀掉的功臣中。 有一些人还有他次的免死铁券,那么朱元璋为何要杀掉功臣?这些功臣被杀的时候,为何不用免死铁券免除一死?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朱元璋是元朝末年在中原混乱时期突然崛起的一个人物,他不仅出身非常低微,而且早年绅士十分悲惨,根据明示本记记载,太祖十年时期父母兄相继末,贫不克丧。 也就是说,朱元璋在十七岁的时候,他的父母与兄弟都因为元朝末年的天灾人祸,最终被饿死,朱元璋家中贫困,以至于没办法安葬其父母与兄弟,从朱元璋早年的命运来看,他可以说是非常悲惨,朱元璋早年为了讨生活,还当过和尚,去往各个地方云游,其实说的好听了是云游,从本质上来看。 朱元璋当时就是为了活下去,打着僧人的旗号,进行乞讨,朱元璋在云游的过程中,也长了很多的见识,随着元朝的进一步衰落,中原内部各种势力开始迅速崛起,其中,在元朝末年,比较风靡的一种势力,就是明教。 明教原本叫摩尼教,来自波斯,波斯人摩尼通过融合基督教,佛教与拜火教,形成摩尼教,摩尼教信奉光明。 所以,摩尼教在传入中原之后,逐渐被称之为明教,随着明教在中原,逐渐有了一定的影响力,在之后,明教又融合了弥勒教的一些教义,最终形成元朝末年势力最为强盛的白连教,白连教信众越来越多,元朝官府也不得不开始限制白连教的发展,而白连教能在元朝末年迅速发展壮大起来。 恰恰是因为元朝末年中央财政的紧张以及灾疫横行,最终导致百姓难以生存,最终选择加入白连教,以获得宗教的庇护。 朱元璋从本质上来看,是一个非常注重实际的人,他虽然并信教,但他却发现了白连教有着很强的民众基础,为了能获得人生上升的机遇,他也加入了白连教之中。 朱元璋最开始加入的是白连教红金军的分支,在红金军将领郭子兴手下当亲兵,随着朱元璋受到郭子兴的重用,他的见识与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,但随着朱元璋与郭子兴更多的接触之后,他也看到郭子兴不是一个能够成就罢业的人。 所以朱元璋带着徐达,汤河与废聚几个大将,离开了郭子兴的队伍,随着朱元璋离开郭子兴之后,朱元璋在通过招揽人才,逐渐使得自己的队伍越来越强大。 朱元璋通过重用臣子打败陈有亮和张世成,然后对元朝进行北伐,最终建立了明王朝,不过元朝并没被朱元璋彻底击溃,而是在北方继续维持了北援政权,这也就给明朝后来的稳定带来了很大的隐患。 朱元璋在之后大肆杀戮功臣,也跟北援政权的存在有着一定的关系。 由于北援政权还继续存在,他担忧北援政权再度兴起之后,会对刚刚建立的明王朝造成威胁,所以,朱元璋建国之后,进行分封,在北方形成了明朝前期的北方九王。 朱元璋如此做,为的是用儿子们保卫明朝,但他没想到,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,在他去世之后,对其侄子发动反叛,最终获得成功。 朱元璋在获得天下之后,分封自己的儿子,除了要用儿子们保卫江山稳固之外,还是为了要让儿子们与朝中重臣形成一种平衡,朱元璋出身非常低。 但在当时是大副阶级,对出身非常看重。 所以,朱元璋其实很难与世大夫形成比较稳定的关系,朱元璋为了能够使得政局平衡,只能使用自己的儿子与朝中重臣形成相互的制衡,以保障自身的地位。 在朱元璋还活着的时候,朱元璋通过儿子们与众臣之间相互制衡,还能维系相对的稳定,但随着朱元璋日渐老去,尤其是长子朱镖的去世,他开始担忧。 接下来的王朝接替问题,朱元璋在长子去世之后,便立自己的孙子朱允文为皇帝,在当时,朱元璋既担忧朝臣势力会对朱允文造成威胁,又担心自己的儿子们对朱允文造成威胁,而朱元璋由于忌惮北渊的存在,还需要他的儿子们替明王朝镇守北方。 所以,朱元璋决定先对朝臣下手,朱元璋先是利用他手下重臣的势力不同,调动他们相互拼杀。 朱元璋手下的老班底是以李善长为首的怀西势力,而浙东势力是以刘伯温为首的后来势力。 朱元璋很清楚这两派势力本就水火不容,所以,再加上他故意挑动,两大势力很快拼杀起来,随着浙东与怀西势力相互拼杀,到最后,剩下的势力都归附于胡维庸所代表的怀西势力之下,而胡维庸又是一个没有根基的新人。 所以,朱元璋很轻易地就把胡维庸所代表的势力进行最后的清除,最终,在朱元璋的设计下,他手下的怀西与浙东两大势力全部垮台,从朱元璋的角度来看,他大量杀伐功臣,是为了给后来的皇帝除掉障碍。 但他没想到的是,他所信任的儿子们,恰恰成为日后霍乱的罪魁祸首,免死铁券,再又叫做丹书铁券。 因为免死铁券,最早是用朱纱在铁板上写上皇帝对功臣免除死刑的承诺,所以才叫丹书铁券,之所以用铁和朱纱,是因为这两种物质都能持久保存,象征着皇帝对功臣的保证有极为长久的时效性。 根据程大昌的《考古编》一书的记载,铁券要之取入功兼九之意,故以铁为之。 丹书铁券因为其作用主要是皇帝向功臣保证免除其死罪,所以又叫免死铁券,而在汉朝之后,随着刘金技术的发展,在铁券上用丹书的方式逐渐被刘金所取代,所以在民间免死铁券又被叫做免死金牌,在中原王朝历史上最早记载免死金牌的是汉朝,汉高祖刘邦由于出身比较差。 当他建立王朝之后,为了与贵族形成比较稳定的联盟关系,所以给一些功臣颁发了丹书铁券,为的是形成君臣之间的相互保障,这其实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合同。 刘邦保障这些贵族与大家族的人身与财产安全,而大家族则承认刘邦政权合法性,但是比较讽刺的是,刘邦在晚年,为了解决汉朝贵族权力过大的问题,对功臣大家杀法,刘邦曾与韩信立下誓言,也就是三不杀,也就是所谓的天不杀,军不杀,铁不杀。 事实上,刘邦也信守了承诺,韩信之死是被吕后所杀,不是刘邦所杀,而他死在长乐宫中并没有见着天,吕后杀韩信也不是用铁器,而是用竹签,所以,刘邦虽然答应了韩信三不杀,可当韩信成为刘邦的障碍后,刘邦依然会想办法杀掉他, 但韩信之死,虽然建筑也使传记比较多,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,但韩信的死,其根本上还是刘邦受益的,所以,从这一点上来看,从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创立丹书铁券开始,这种丹书铁券的效用,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,在汉朝刘邦开创丹书铁券之后,唐朝以及之后的五代十国,再加上宋朝一直到明朝,都有过丹书铁券的出现。 唐朝末年,唐朝宗赐予鹏城郡王钱留的丹书铁券流传至今,其上有三四百三十三个金字,其上明确记载,钱留可免九死,而其子孙可免三死,钱留一直活到了八十一岁的高寿,但其能保障自身,能安度晚年,并非倚仗免死金牌,而是因为其掌握着地方军权,有着很强大的军队,到了五代十国时期,免死金牌的颁发就比较多,但其效用却大大降低,在一个混乱的时代, 五代十国的地方君主尚且不能保障自身的安危,旗下的臣子又怎能倚仗一块免死金牌,就能避免自己被杀掉的命运呢,随着五代十国混乱时期的结束,到了宋朝时期,因为宋太祖通过杯酒式兵权以及军政分离的体系构建,使得宋朝的军权被严格限制, 宋朝君主就没有必要再通过免死金牌来笼络臣子,所以有宋一招,只颁发了三块免死金牌,在中原王朝体系之下,谋逆是最大的犯罪,因为谋逆直接动摇的是王朝的根基, 所以,谋逆一般都会被处以极刑,甚至是会连累亲族,在中原王朝的法治中,谋逆一般都会株连九族,明朝有着免死金牌的官员,一旦陷入谋逆大罪中,纵使有免死金牌,也无济于事,像李善长,蓝玉等开国功臣,虽然有免死金牌,但他们的罪名是谋逆,所以,最终还是被杀死,甚至家族都被灭掉,从朱元璋的角度来看,随着他日渐老去,他必然要为后世子孙着想, 为了能让朱家子孙稳住江山,必然要在他活着的时候,把能够掌握大权的功臣一并带走,所以,朱元璋通过制造谋逆答案,把众多众臣牵连其中,最终杀掉他们,为的是最终完成政权的平稳交接,而臣子们历经千辛万苦,终于可以高官厚禄,而且能得到免死金牌,但他们没有想到,他们的高官厚禄最终成为过眼云烟,他们的免死金牌最终成为废铁,所以,当臣子是皇上, 皇帝保障的时候,臣子自然可以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,想尽荣华富贵,即便没有免死金牌,犯罪了皇帝也能宽恕,但如果臣子成为皇帝的障碍,就自然会被杀死。 即便有免死金牌,也避免不了被杀,在朱元璋所赐予免死金牌的功臣之中,只有汤和和华高没有被杀,在众多功臣之中,汤和和华高都算是非常聪明的人,他们早已看清了朱元璋的想法,在很早的时候就选择明哲保身,最终避免自己遭遇危机,所以,免死金牌在王朝中只是一种表彰与象征,但真正能否免死, 最终解释权规皇帝所有,被朱元璋杀掉的功臣们所获得的免死金牌最终成为废铁一般,没有任何用处,而汤和和华高,他们才是真正获得免死金牌的人,只不过,他们所得到的免死金牌不是皇帝赏赐的,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在合适的时候选择明哲保身,最终因为自己的聪明,得到了真正的免死金牌。